好绑定刚刚之前讲过了 parent 物件对物件的parent 跟骨头跟骨头的parent 还有contraint 物件之间的contraint 或者是骨头之间的contraint 再来就是我们要如何让模型跟我们的armature做连结 好这里我们有个简单的一个方 长方形长方体模型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骨头armature 然后让它做链接 好armature 这里创建出来的时候会被挡住 我们auter Z 可以半透明看到它 但是这里其实这样的方式编辑 其实画面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通常建议大家把 物件armature 的 object data 的 in front 打开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永远显示在物件之前 就方便我们的编辑 好这里当然我们这里我们就 armature我们进到编辑模式edit 我们可以true一节一节的调整我们的骨头 但是这里有像这个方式不太适合 我们用1 我们直接G Z 这样多一根骨头 好G Z我们直接拉到上面 这里 Z 好我们看一下高度 好这样子的话 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然后按 增加细分骨头 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骨头 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的话我们骨头 绝对会是直的 而且高度会是平均 如果我们一根根骨头长的话 我们可能会不平均 好 好物件 模型跟armature要连结 其实跟parent的做法是一样 组物件是 Active的物件 然后一按按Ctrl P 这里 这跟物件跟物件之间只有前面几个 object keep transform 但是多 使用armature的话它多了后面的是几个 armature default empty group 等等 好这里我们用最基础的 用我们让它自己产生权重 automatic weight 好这样的话我们进到骨头 post mode 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骨头跟 墨星已经有做绑定了 好它绑定的权重 要怎么选 我们来看它权重绑成什么样子 我们回到物件 这里 进到编辑模式 因为权重要在编辑模式才能使用 然后这里 启动 开启vertis group weight 就可以显示的时候 看到 好这里我会习惯 预设是none 我会把active 打开 因为其实有些完全没有权重 如果它显示蓝色 我们无法很精确知道哪里是没有权重 所以我把active 打开 好这就是我们的权重 好他权重是怎么分配的 他基本上都是用vertis group 那我们这个模型 选到模型 它这个object data 里面有一个vertis group 它会依照骨头的名称 创建群组 来做权重的对应 所以我们要通常会在绑骨架之前 我们会先把骨头名称命好 这里名称显示出来 这样会比较方便 我们观察 好像骨头0 骨头0的权重影响范围 4 3 2 1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把骨头的权重做分配 然后这里 他这里所创建的 我们刚才物件 在parent的时候 他有一个armature modif default 他其实在我们的modify 这里创建了一个armature 那 的default armature的default 来吃他的 用权重来分配 用vertis group来分配他的权重 如果我们想要针对我们的点 去改他的权重的话 我们只要进到 weightpaint 我们就可以 将我们的权重做 融换 选到我们要的骨头 就可以用画权重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权重的范围 当然这是一个方式 用画的 另外一个是edit的模式 我可以用选的方式 好我这样 这个点 我想要给 fault有吃权重 这样我就可以按assign 他就可以把权重给到他 如果我们要击除的话 就按remove 如果我们只要权重给一点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0.5 只要0.5的权重assign给他 如果他没有的话 把它去除掉 所以他就可以用选点的方式去增加 减少权重 跟用weightpaint的方式来画权重 这就是 物件跟armature的连结的方式